嗨,大家好 有沒有發現我今天的妝有點不一樣 比平常還要濃一點,還有假睫毛 對,那是因為我剛剛去唱了一場尾牙回來 然後呢,兼當個主持人 所以有點少下了 好,我講話輕聲細語這樣 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來分享的這個主題呢 很不一樣喔 在我的頻道上面啊,都是畫貓畫人 對不對 好,那都沒有畫狗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一隻很可愛的一個柴犬 那這個,今天為什麼要露出跟大家講這個 因為是有點小故事的齁 這個柴犬呢,是我們台灣知名的主持人 黃子嬌的狗狗叫元氣 那元氣呢,其實他已經不在這個事件上了 那我在畫這張畫的時候是2017年 10月12號簽那個 在畫上簽名是這個日期 好,那也時間蠻久了 所以我現在用回想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 好,就是當初為什麼要畫這張圖呢 因為我曾經唱過黃子嬌的節目 好,就是綜藝節目 然後我有口紅上跟他承諾說我要送他一幅畫 好,那當然黃子嬌也很忙啊 他也忘記了 但是我一直耿耿於懷在心裡 所以我就想說啊,剛好就是 趕快去把這張畫完成 然後因為我剛好看到他臉書上 就是剛好元氣那個時候是年紀比較大了 所以他在照顧他 然後幫他換尿布啦 然後就是很多很多的 就像我們人在照顧老人是一樣的 好,我看到黃子嬌雖然這麼忙 但是他還是在非常辛苦的照顧他的毛小孩 這個讓我非常非常感動 因為同樣身為一個就是毛小孩的家長 因為我也非常愛毛小孩 我也自己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所以我非常非常可以感同身手 所以我本來是要送他人物肖像的就是畫他 後來我就改畫他家的狗狗元氣 因為我很怕元氣如果真的走了 我再畫的話 我怕那個嬌哥會更傷心 所以我要趁他還在的時候 趕快就畫給他 好,那因為剛好那陣子畫完十月份嘛 其實跟聖誕節很接近 好,所以我就幫他畫上了聖誕帽 然後加上了聖誕圍巾 然後後面的背景呢 弄成一種比較絢麗的感覺 有點比較像很繽紛 讓人家看了會很開心的這種氣氛 好,所以這幅畫也是 除了送給嬌哥以外 也是送給大家 好,我希望每一個人呢 不管你有毛毛小孩 好,都是能夠用一種 善心、愛心去對待 就是這些小動物 好,那也因為是聖誕節 那也用這幅畫來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好,那另外有個題外話 就是在那個最近的嬌哥的那個臉書 有看到他老婆懷孕了 好,我真的非常非常恭喜他 好,只是呢 非常驚訝的看到他那個 就是拍那個懷孕的那個 那個草鷹坡的照片 看到那個他的動作跟 就是小嬰兒的動作 跟這個元氣的動作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就是手這樣子抬著 好,然後 我看到的時候會覺得說 當然有些人一定會覺得 這可能是巧合 好,那當然也可能真的是巧合啦 但是,因為真的實在是太像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我頭皮發麻 我就跟他講 我真的覺得頭皮發麻 好,然後嬌哥就會說 他就眼淚不直流這樣子 但不管是不是 我都真心的 當然第一個是祝福 祝福他跟他老婆 這是有小朋友了 很開心有小baby了 那如果真的是元氣來投胎 那真的是 喜上加喜啊 我真的是開心得不得了 因為我自己的貓走了 我自己有時候會常在睡覺的時候 會去跟我的貓講話 說你可不可以 讓媽媽知道你在哪裡 你拖個夢也好 其實這個是 沒有養過寵物的人沒辦法理解 以為我們是旁白 神經病 好,那這個 就 對,我們自己的感性面 那藉由這幅畫送給大家 那明晚就是聖誕夜了 祝福大家可以跟自己 好朋友們 或是你的情人 另一半 可以團聚 然後交換禮物 那這是一個非常開心 非常溫馨的日子 那也祝福大家聖誕節快樂 那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讓大家來分享我的頻道 這張插畫的過程 那我們就一起來觀賞 那請記得大家幫我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可以的話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聖誕快樂 我會很開心的 好,那我們一起來觀看吧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大家星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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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